全世界最北城市之一挪威特罗姆瑟 是观看北极光的理想之地 也是虎金的天堂 那里有多达1500只虎金 是20年前的两倍之多 但是全球气候暖化 却让虎金的猎物飞鱼 往更北方迁移 长远而言 飞鱼逐步减少 对鲸鱼和海鸟等生物 都是一种灾难 位于挪威特罗姆斯的海峡 白矮矮的冰山 清澈平静的水域 近来成为虎金的冬季游乐场 虎金和幼崽在水里嬉戏 是这里狭而闻名的一道风景 在这个三摄氏度的冰冷水域 也是飞鱼完美的生存之地 尤其是在2月和3月的产卵季节之前 飞鱼格外肥美 加上容易捕捉 而且热量非常高 无疑是饥饿的湖金的美味佳肴 然而全球暖化导致水温升高 迫使飞鱼在20年内 向北移动了300公里 比埃尔罗伯特认为 除了全球暖化 捕鱼活动和越来越蓬勃的生态旅游 对当地的虎金也是一种威胁 他表示虽然观看鲸鱼 能提高人们对动物和海洋生物的认识 但过多的这类活动会产生一些问题 不过海洋研究所觉得虎金河捕捉 飞鱼的渔船存在了几十年 并没有影响鲸鱼的增长 NTV7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